再来第四季 知我心者寄生成佛 知我心者寄生成佛 心是什么心啊 无心啊 没有我还有什么心呢 既然无我了 就无心了 你能够跟空性合一 就因为是无我 才能够显发你自己的佛性 既然显发你自己的佛性 当然是寄生成佛 这个必须要补充 不动弥王的四个季 他这个 我回来的时候 他说你讲得不清楚 你恶要的讲就很清楚 佛本身就是无我 行的是无我法 为什么要菩萨行呢 为什么要有布施 有慈戒 有忍辱 有精进 有智慧 有禅定 都是因为无我产生的 你有我 先布施我吧 不会是布施众生的 不会行菩萨行 无我才能布施 其实无我 你就只能够断恶行善 断恶修善了 无我就是大智慧 无我才能够寄生成佛 这才是大智慧 所以众生有烦恼 为什么有烦恼 因为有我嘛 很简单的 有我就有烦恼 无我一点都没有烦恼 众生为什么有执着 执着财 社 民 为什么你会执着这些东西呢 因为你有执着 你有我才会执着 你没有这个我 还执着什么呢 就没有执着了 只要烦恼断静 执着断静 那已经是寄生成佛了 那就寄生成佛了 为什么众生会苦啊 因果会苦啊 为什么会有因果啊 因为你执着这个饭身啊 执着我们身体啊 就会苦啊 所以佛教 常常叫人家讲 这个你要放下 你才会自在 为什么要心安 为什么要怎么心安 心安就是平安 我看到那个 长龙贵宾室里面挂着 圣言法师写的 心安就是平安 心安就是平安 非常好 问你如何心安 因为众生的心都不安啊 谁的心能够安心呢 哪一个人心能够安心 你一辈子都能够安心的人 这个人就是佛啊 就是菩萨啊 如何安心才重要 要安心 就是无我 无我 无我法 就是无为 这个心经告诉我们 很简单一句话 无所得 你能够得到什么 因为你什么都得不到 你就安心 谁讲说他得到什么东西 谁能够讲出他得到什么东西 什么都得不到 所谓的得到 他不过是一时的幻象 明是一时的 钱是一时的 色是一时的 都不是永远 真正永远 真正永远 是无我 无为 无所得 这是五色不动民亡 点击 得 Inc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